咪兔風暴在演藝圈持續延燒 18號林心如出席節目記者會 被問到過去曾合作過的佑聖 爆出對多位女性伸出魔爪 她也感到相當震驚 怎麼樣性操擾老闆 酒後牆滾 所以她不親一姊妹也對 沒有到很熟 她是跟一涵的戲比較多喔 沒有任何的不舒服啊 或是不愉快的情形 我覺得剛剛你們講的時候我才 第一次聽到這樣子 我覺得這種很難講 因為你夠不夠的誠信騷擾 其實是對方的感受 這樣子搭個肩啊什麼不怎麼樣 但是感受那一方就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互相尊重很重要 以前那個網路一點的謠傳 你在拍攝影師覺得想要適合適合一生的 我覺得那時候是因為大家不懂拍戲 因為沒有拍過吻戲嘛 所以比較緊張一點 對喔 但我覺得其實都是拍戲 都是在工作這樣 太親密的戲我蠻少的 我都大概就是床戲 我都是床戲 我站錯了 我都在床戲比較床戲 那數字最大了 吻戲了 我就大概就是吻戲 我被你們搞得我很緊張 我都不能講錯話 不管是男性女性 在職場上遇到一些你覺得不能忍受 你覺得被騷擾 然後不公平的對待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有說不的權利 因為我看到最近出來報的都 可能都是時間有點久 那在這麼長的時間 你一直在受到那個 心裡很痛苦的那個掙扎 我覺得是非常辛苦 也非常可憐的 所以我覺得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在當下你就一定要勇敢的說出來 你一直在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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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